繼續市優官歡迎播報的消息 加議官議會 京政教執人 國民黨籍議員李國昕 今天上午跟黨團的新聞 議員林依林 甘削社會 特別臣王加議員警告 提前康內心 為了資源控制 連日天候的人民報廟來加郵打氣 李國昕 近統培管長 調法官 已經要求環境不得北上資源非常無力 任何環境 調動支援是為了治安 不是政治的議題 江議官議會國民黨團 由議員李國昕剩領 含林依林 甘削社會是特別臣 一大伯的康內心到江議官警採救 亦會分散為問環境 更化加油 基本能夠提心驚慌的事 也借助社員由環境管制 造發起的康內心運動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要和平理性 對這個父母的問題來做一個好好的改革 不可以讓學生 參與警察 大家變成有一種對立 今天做這個機會來送到康內心 這個母親坐要求 因為警察是人民的保母 我們來把加油打氣 比較不會輸贏醫藥 這個數據來低迷 今天是我們議會在東團的議員 代表來跟 像說 鄭松這個康內心 把鼓勵 和加油 議員李國昕也進一步 配平管長項法官 在日前面臨環境 不可以到台北支援的要求十分的無力 今天如果議員不是行政議 是為你加議管政府 政府管長啊 你是要怎麼去 要叫警政司派人來幫你支援嗎 有需要嗎 警察這麼一體呢 你國家如果萬部議亂起來 像是軍隊啦 像是警察這個啦 他不通意在調刀 萬部議員我們加議管政府 或是我們加議管議員 像我們去用為例的時候 不靠警察是你們這裡都要自己去拚 所以說 不公平在這裡啦 這就是靈略不一樣的社員 拒絕要發出來 啊如果沒有啦 讓你感覺說 這些警察都動作公司 在為什麼我們國民黨啦 國家要去去啦 這不可以給它政治化的啦 我希望大家啦 好平理性來改管啦 到現場的議員都強調 最近在臉書上頭 時常都接到 環境的關係 表示說自己的省師和這些爸爸 我們府台北支援 都要從沒多久 又要北上 這裏面的人都上當歡樂 也真不敢 警察這裏替飯碗不好吃 只能達福氣 報告為國的這人 超金是難買 但是也真幾台空間 可以帶一路 讓大家都可以學會團圓 最新新聞中有名王薛斯安 剛議官 蔡宏伯德